那各位请翻开 佛法代理论第二页 那各位呢 我们今天是第二节课 在我们还没上之前 这个这些 日间的学问 说困难很难 说简单啊 很简单 难难在哪里 难难在我们的心 不坚定 那义呢 义在哪里 义只要说 只要你愿意学 说实在了 所有的东西呢 都觉得不那么困难 因为事实上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 通过学习 而得到感见 所以你的思想 都可以透过学习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 不是透过学习的 所以呢我们说教育 是百年 大祭 事实上我今天来得很早 我说七点就到 那七点就到 那就在外面散步 感觉很好 那是为什么 我感觉很好呢 我一直观察 说我当初来到草宗 第一次为各位上 意境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心态 或许只是想说 怎么跟各位呢 去传递呢 或说怎么跟各位 谈活华呢 但是呢 我刚才在散步的时候呢 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 我只有觉得说 今天的微风呢 很好 今天的夜色呢 很美 那 那我的心 好像很轻呢 所以呢 各位 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 今天能够知道说 这个心柔软 那个感觉很好 那所以那一样的道理呢 今天大家来这边 不要带期望 想得到什么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 我不带希望呢 给各位什么 所以呢 当我的心呢 不怎么样的期望 你的心呢 不想有所求 那事实上呢 我们就懂佛法 那所以 你越来越快乐 或说 你觉得越来越轻松 你一定懂佛法 做这就是佛法 那不然什么是佛法呢 这个 事实上呢 这几天啊 很多人去山上 他们跟我讲说 师父 我们可不可以来这边泡咖啡 我说 当然可以泡咖啡啊 最好啊 是来这边煮咖啡 不要泡咖啡 各位 泡咖啡 随便到随便 一人们去买一根啊 对不对 咖啡包就好了 要嘛就来煮咖啡啊 那可不可以泡花茶 当然可以啊 所以我们种的玉兰花 开始开花了 不知道玉兰花 可不可以泡 这我是不知道啦 那天 礼拜六 礼拜天啊 那我们山上有半禅修了 那刚好 这个秋彤老师 他刚好坐在 满排的桂花 他说他本来打坐 怎么坐都坐不下去 但是呢 刚好这两天 桂花飘香 他呢 他这样呢 飘飘然的 好像有手入定的感觉 那这位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禅 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 就是要讲这个 来请各位呢 看第二页 啊 的倒数 第五行呢 此外世间一切 唯妙善理 皆是佛法 世尊说 我所说话 如爪上尘 所未说话 如大地图 这可见呢 有一身心国家的善话 世尊呢 也都有不曾说到的 诸位 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一段啊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观念 尤其呢 对于学佛法 或是你在教佛法的人 假设对这一点的观念 里面又很透彻的话 诸位 你可能学的佛法 是很狭隘的 你可能所学的佛法 是偏见的 或是是主观的 我们常这么讲说呢 老王卖瓜 自卖什么 自夸 诸位 佛陀不是老王啊 对 他是释迦族的尊责啦 啊 就是 所以 佛陀总会讲说呢 哎 你们都来跟我学佛 其他都不要学 诸位 你不要误会 佛陀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这样的人 诸位 他的心呢 就不能够讲说呢 心量广大 犹如虚空 他的慈悲呢 就不能够呢 包容天地啊 所以各位 佛法不是这种意思 那我们从这一段呢 开始来讲 让大家呢 对佛法 有一个呢 彻彻底底的知道说 什么是佛法 跟我们所想的 那种狭隘的观念 不太一样 那诸位 那我们先看 开始啦 开始呢 应顺导师呢 就举什么 举呢 深色颇尽啊 这一本经 里面的一段话来讲 他说呢 世间一切 唯妙啊 善与 皆是佛法 诸位 这一句话 画起来 那各位 那你先注意看哦 真正的佛法 不是指狭隘说 世尊所说的话 才叫做什么 佛法 各位没有那么狭隘 诸位 诸位 纵使哦 这个《大藏经》里面 啊 这个呢 佛所说的道理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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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佛再怎么说 他也不可能呢 把世间呢 出世间 所有一切的话 讲尽 啊 诸位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呢 啊 所以呢 世尊呢 曾经说过呢 这一段话 那各位 我们先看这一段 那我们再回归 那一句话 世尊自己曾这么讲说呢 我所说话 如爪上尘 啊 诸位 我们现在呢 对 走到操场 啊 去抓一把沙 但是我刚才 在草中的操场 尋试一下 好像没有沙 可以抓 哦 我现在都 铺那个什么 哦 我记得 以前都 蹭着手 哦 蹭着手 在招标 那各位 我告诉你 就招朝前 后边就 后边就 哦 英文文 哦 那招刷嘛 这沉沙 辉扬 以前我们的招标 都这样 那诸位呢 哦 你看哦 大地的沙这么多啦 但是呢 佛陀所讲的话呢 就像呢 用手呢 从大地抓住一把沙 那佛陀未讲的话呢 你看 如大地土 诸位 你知道这句话 到底是多么真实吗 是多么的客观吗 你看哦 这句话的意思 是佛陀他亲自讲 他亲自讲什么 他亲自讲说呢 我 对不对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来 对不对 我讲的法只是呢 对不对 一点点 一点点 还有很多话呢 我都没有讲 那诸位哦 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哦 你不能够以为说呢 佛陀没有讲过的法 就一定不是佛法 诸位 不要 不要这么说 那我们从这句话再引回来啊 刚才第一句话 什么叫做 世间一切为妙 善与 皆是佛法呢 诸位 简单这么讲 就是善法 世间一切的善化 亦是佛法 来哦 诸位哦 你现在从那一切的善化皆是佛法 这样你来看佛法 哎呀 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佛法 真的很好 真的很美好 这个 静公法师曾经 在讲运说 他曾经 曾经做过一样的感慨 他感慨什么呢 他感慨说呢 他以前呢 说佛法 也就是说他以前说佛经呢 哎 没有人批评他 但是呢 当他说到了还世心 有没有 开始就有人什么 批评他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一样出家人 尤其是一样说话的什么 华师 就在批评他 诸位 为什么批评他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身为出家人 不好好讲佛法 怎么去讲那个什么 外道法 因为了还世心 有没有 诸位 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佛经嘛 啊 诸位 他不是佛经啊 谁那时候 静公法师就在感慨 他说啊 哎呀 实际上是这些人 不懂什么 佛法 好 那各位 那接着我来讲给各位听 请问一下 假设我们今天上个论语 算不算佛法 哦 各位 我告诉你啦 按照这句话的角度来看 当然什么 当然算啦 那诸位 那假设我今天讲道德经 算不算佛法 啊 不要说道德经啦 不需要杀到道德经杀出来啦 我教公三字经的佛法啦 各位对不对 人之诸信本善啊 这不是佛法吗 他弟子归有没有 也是佛法 对 诸子之家歌言啊 各位这叫善语呀 那你一定会说呢 哎呀 师父 那你有什么证明呢 各位我证明给你看 好 我证明给你看 如果说是当今的法师讲 说不定呢 各位不见得有权威 那我讲几个呢 祖师大德 那就很有名了 那各位我讲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就是憨三大师 憨三大师 憨三大师呢 他有注解道德经 好 各位可以随时去对神书去买 好 憨三大师的道德经直解 好 是单憨三大师所注解的 再来 我来讲一个人 好 偶艺大师 他有注解一本啊 我以前专攻的一本经啊 叫做义经啊 对吧 偶艺大师有注解一本 叫做义经啊 但是各位义经啊 叫做周义 所以呢 偶艺大师所注解的 叫做周义禅节 主义我很怕说这东西 因为我说完之后 你们在后面告诉师父啊 你自己这样说 叫你讲义经 你又在那儿偷偷拉拉 又在那儿乞串 转救靠 各位没有错啦 对我讲义经 它是善皇啊 它也是佛法 只是你不知道它是佛法 只是你 只是呢 对不对 你一直呢 认为说呢 佛经他叫做佛法 所以各位啦 所以啦 我用这两位呢 大师 他们所注解的 我们所讲的什么 诸子百家 这些呢 的经典著作 你怎么可以说不是呢 那诸位呢 那近代还有 在明朝呢 还有一位法师 你知道他注解什么吗 他注解蔡庚坦 所以蔡庚坦这本书 假设你有看过 它是呢 集合什么 鲁士道 蔡庚坦 那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呀奇怪啊 你们这些出家人都不悟什么 不悟正业啊 都不弘扬什么 这个佛经呢 反而还在弘扬其他的一个经典啊 诸位啊 我可以这么讲啊 我们时空的不同 我们因缘的不同 以及呢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所以呢 有很多很有智慧的 祖师大哥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呢 来度化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佛印 他的诗词遭遇也很好了 不然苏东坡要找一套地 对吧 唐诵八大家呢 佛印啊 唐诵八大家 八十家他都不在里面 还八大家 对啊 但是啊 但是为什么呢 苏东坡会这么喜欢跟佛印聊天呢 那所以 假设两个没有谈到彼此 共同所学的 共同所知的 怎么样 让对方臣服呢 怎么样去度化 这些文人雅致呢 那所以 那如果你明白这样的概念呢 那我再讲一个 让你呢 角度呢 更宽广的话 所以你不用说 动不动就讲 就讲四书五经 动不动就讲老庄 不用 你只要跟人做鼓励 你给 只要给人家呢 对不对 起花 你只要跟别人安慰 诸位 这桌叫做善语 你讲的就是佛法 像那一天呢 各位我们早上有做早课了 晚上有做晚课了 那个学跑来说呢 哎呀 师父 我们想要这么苦呢 我就笑一笑 说什么 我说 我现在就在做晚课了 你都看不过 各位 做晚课 那一定了嘛 要走那边火塘 拿着木语呢 咳咳咳咳 听 然后开始做晚课呢 那一定要 一天一天要 夜半清灯 对吧 事实上有没有 我们 现在在为人家解说 或是说 人家来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说 我们要去做疑惑解答 诸位 这难道不是精进的功课吗 哦 所以呢各位 所以事实上有时候 你也讲佛法 你不要误会说 你没有讲佛法 你有讲佛法 只是呢 你不知道你讲的 就叫做佛法 那就可行 所以呢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种概念 那是为 那其实呢 其实我常常讲说呢 各行各业都有大菩萨 为什么说各行各业都有大菩萨 一个领导者 教呢 他里面的员工 如何呢 对 去把事业做好 如何呢 对不对 去把家庭呢 这个经营好 诸位 这也是领导者所讲的话 那诸位 那所以 当我们去明白了这种概念 那诸位 那我就记得 我的成长的背景 诸位 我成长的背景呢 我从三十岁开始呢 对 办教育去念 开始呢 在开课程 虽然呢 对 没有直接讲经典 讲的都是 成长的课程 心灵成长的课程 那诸位 说实在的 对 那个时候 就来讲佛法 直到我讲义经的时候呢 才有同学 暗中告诉我说呢 哎呀 师父啊 你实在很厉害啊 我说我怎么嫁 他说呢 你根本是什么 是明讲义经啊 暗讲佛法啦 我就笑一笑说 好啦 你怎么说都对啦 你如果听到就好了 只要对你有帮助 只要对你有启示 只要能够 解决你内在的问题 你怎么讲都没有关系啦 各位我讲什么不重要 对你有帮助才是重点 所以呢 当我们去听到这样的话 哎呀 各位啦 再加上呢 现在看到应顺导师 把佛经里面的话 讲出来的时候 诸位 我们 你应该更肯定吧 你应该更肯定你自己吧 也就是说 事实上呢 你今天学佛法 不用到处说 哎 金刚心怎么说 或是心心怎么说 你真的不需要这么讲 我老实跟各位 对 你只要呢 对 讲出呢 对 对方 现在所要听的 现在想听的 事实上 诸位 你已经呢 啊 已经在传话了 请把握住什么 这一个原则 那这样你对佛法的角度 哇 相当的宽广 你觉得说 哎 实在是很好 相当好 所以呢 包括 啊 包括我们自己 讲经说法的人 啊 事实上 我们的角度很广 我们不会被极限说 我一定要讲什么 怎么讲 我就一定要怎么样 啊 各位 没有这一回戏呢 啊 所以呢 有些 所以呢 我想跟各位报告 我们在山上 原则上不是只有办 佛法的课程 原则上也不是只有办 禅修的课程 是为 我还是会办两天一夜 改变人生的课程 也就是说 我会办两天一夜呢 谈一些人生观 的课程 这是针对什么 这是针对呢 他希望去听 这种课程而办的 两天一夜 他听完了之后 他觉得 我讲的话 对他很有帮助 那诸位 他要来学佛法 也就是说 他要来用名词 说他来学佛 那他才来 没有关系 诸位 当一个人 不了解的时候 你不能怪他 因为他不了解 那各位 那他不了解 你应该怎么去告诉他呢 诸位 不要告诉他 你只要用他所理解的 来跟他沟通就好 理解的 诸位 举个例子 现在你的朋友说 你礼拜三晚上说什么 你今天讲说 我来学 佛法概论 他说 你不要说这么多 你不要说宗教 你不要说政敌 敌到这两行 你跟开工三个都可以 所以 这样的人有没有 就有 不要谈到 不要谈政治 他的谈什么都可以 所以诸位 所以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跟你谈话 连一个佛字我都不谈 我不需要谈一个佛字 但是呢 我就在讲佛法 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佛法 所以诸位 虽然你自己要去训练 要去训练到什么 哎呀 你把佛法 已经打破见词了 各位 什么叫打破见词呢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跟任何人讲话 事实上 人家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人家听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人家都很喜欢给你讲话 所以我们不是这么讲过吗 他已经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各位这是真实的 如果 跟你聊天 那种感觉会这么强烈 我愿意跟你聊天 那诸位 那诸位 蔡老师会骑着大家拐 把电风拐掉 这也是佛法 好不好 这是善的动作 意识佛法 他又知道我在起来 他又把我拐掉 没关系 没关系 开玩笑 开玩笑 我说话都欧白说 所以呢 你明白这种感觉说 哦 这个都是佛法呢 哦 所以我 所以说 哎 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那各位 那我从这一点 我在谈呢 佛法进入中国的情形 诸位 事实上 有两个宗教 他们前后呢 对 差不多有几百年 一个呢 是佛教 一个是基督教 这两种宗教呢 对 当这两种宗教 来到中国的时候 情况不一样 诸位呢 你要知道呢 佛教传到中国呢 很短的时间 就让我们接受 很短的时间 就让我们接受 所以为什么 他很短的时间 就让我们接受呢 因为自古以来 我们这些读书人 不论你是那辱家思想 还是那有老庄思想的人 不外乎对一个主题 都很敏感 那一个主题呢 百战孝为贤的 而且我们都有一种概念 圣中追缘的什么 的概念呢 所以佛法一进来呢 我们觉得很气怒 那诸位 学佛呢 学佛怎么可以 不孝顺父母呢 这就是我常常 跟学人所讲的 佛法你听不懂 你在家孝顺父母就好 不要来听我的课 诸位这不是我讲气话 说实在的 你不要误会我讲气话 而是说呢 佛法 假设你不能够领悟 假设你真的呢 听了之后呢 你用不出来 那我告诉你 在家里面孝顺父母 就是佛法 你好好的孝顺父母 所以呢 在家尽孝 在公司尽忠 这样就好了 各位 这是真实的含义啊 所以请你 把握住这个原则 所以佛法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对不对 进入呢 在中国 马上呢 就被呢 我们呢 其实说 各位我们不会排斥啊 我们不会不是排斥说 所以这叫外来的文化 不是外来的思想 我们不会排斥 为什么 因为呢 各位 我们这些呢 这些古大的古人 智慧都很高 你要知道 我们的思想层次也很高 一听到 那智慧 他怎么会排斥呢 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思想 这么好的教化 他马上就能够接受了 所以一直呢 到宋朝的理学 各位理学家 各位你看理学家 他们的注解 不论他们是注解 哪一方面的注解 他们总是有 有佛法的色彩 诸位呢 就像我们都知道呢 那个绍康姐 绍康姐 他在解读 他的意经呢 对不对 他把太极解释做 把太极解释做 心 他说心就是太极 对 所以呢 朱熹呢 也常常用这样的观点 来谈什么 来谈 试书啊 各位如果你看过呢 这个呢 朱子 所注解的 试书 尤其他在注解 那个什么 大学 大学知道在里面得 你就可以去看到 他里面的注解 就好像有谈到什么 自觉觉他的概念 这就是呢 深受佛法的影响 而且呢 能够呢 很快的进入呢 我们每个人心中 但是呢 基督教呢 来到中国 他可能在某些的观念上 或是区域上 他可能谈的比较什么 包容性没有这么大 所以呢 他的流传呢 并没有比佛教什么 来得广 各位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台湾佛教的人口 还是比基督教人口什么 还是多 当然啊 一贯道的人口也什么 也很多了 也很多了 各位 事实上 你有信教也好 你没有信教也好 原则上 不要说 我告诉你呢 我现在是佛弟子 你不要说有的不的 你不要讲什么 我只看你的表现 我只看你的人格表现 你的道德情操 各位我们是看这个 我不是看你信什么啦 我说实在的 有信也好 没有信也好 你自己人格怎么样 啊 各位 这个是重要 不是说你现在是什么啦 那我 我觉得那个不重要 所以呢 如果说 你明白这种道理说 哎呀 原来这就是佛法 啊 所以音声导师才讲说呢 他说你看哦 他说 有意以真心国家的善法 啊 世尊呢 也有 也有很多呢 他都不曾说到 哎呀 诸位 这一点呢 我就引语之后 对啊 我在说工作坊的时候 世尊就不要说过 所以各位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哦 我们都可以应该正面去鼓励 我们应该正面去肯定 所以呢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哎呀 实在是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啊 你也不要这么执着说 你在学什么啦 所以呢 我们看 接着看下一段啊 世尊呢 所绝症而传布的话 啊 虽然涉及广 但主要呢 是就近 法相的德行 的宗教 所以这个话起来 法相的德行 的宗教 所以这句话简单的 意思就是说 世尊呢 他虽然呢 手呢 手呢 传布的佛法 虽然很广很深 但是呢 啊 严格来说呢 他最主要只有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呢 是什么是法相的德行呢 所以 相 那就是外在 那就是表现出来 所以法相的德行 怎么讲 就是一个人的德行啊 就是一个人的道德 什么 情操 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啦 所以 为什么叫做佛呢 简单这么讲 就是一个人 他的人格相当的完美 他就叫做成佛 各位这两个人格哦 这个名词哦 我最早听到的就在国中 那国中呢就 国中呢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呢 我们叫公敏的老师啊 他自己就在那里了嘛 不知道是说这个还是说的 他说哦 他说啊 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们 人格最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呢 对不对 你是上一格 还是中一格 还是下一格 看你是哪一格 对 当然他是开玩笑的啦 但是主位 但是也没有错啊 你是哪一格呢 你是哪一格呢 好那主位 我们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教育的本质呢 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呢 培养健全的人格 这是教育的本质呢 教育的本质不是要让你 不是要让你说呢 去比较说谁第一名呢 第一名的孩子 不见得是孝顺的孩子啊 对 那千辈的孩子 也不见得是最优秀的孩子啊 各位真的不是呢 那你是注重什么呢 那各位 但是我可以这么讲 这是一个很好人格的孩子 他一定肯学 这没有话讲 我从来没看过说 一个人格很好的孩子 你教他的没 他偏偏就叛逆 或者他偏偏就不想学 或者他就懒惰 各位 你又知道什么叫做人格完美啊 所以人格简单讲就是人的品格 那人的品格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自我尊重 就是自己对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那各位那什么叫做自己对自己的尊重呢 也就是说 他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 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对的 再来呢 他今天他今天所表现的不是做给别人看 所以他不需要在意说什么 那么多人面前我才表现得这么好 那没有人看到 那我就卑鄙无耻下流 不可能 所以那叫做人格偏差 对 那是一种差异性的人格 那不是一种健全的人格 那所以 那如果我们谈到这样的话 那你就很清楚了 佛法 佛法就是你要你的人格展现出来 你的人格展现不出来 你所讲的都是绘画 都是胡说八道 各位我可以讲 不论怎么讲都是胡说八道 你的人格 你的道德情操 你怎么展现呢 所以诸位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 他没有高深的询问 他也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的人格让我们尊敬呢 所以各位呢 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阿公 阿嬷 有时候 说实在的 他们的表现呢 就是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的讲话 就是人生智慧 我常常在观察 各位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就很想听老大人的讲话 我以前听老大人的讲话时都怎么听他知道吗 我们以前的信息都在医疗 有没有 就在外面 那现在老大人就泡一种地 叫什么地 老人泡的地 叫做老人地 老人地 对吗 主委 刚开始 喝了就给他吹出来 实在 很难喝 真的 很难喝 每个人都在喝 不过看人喝 那就怎样 那就对人喝 慢慢听 慢慢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当我们问他的时候 他们不见得会讲 他只会跟你讲说 哎呀 今天有虚无垂 不然他就跟你讲说 长大就会知道 但是主委 但是呢 你还是要多听 你多听 你还是会有某些的启示 所以各位呢 所以我们谈到这边 法案已经出现了 学佛法 不要跟我讲 讲你会什么 那没有意义 各位我们不比那个 那比那个也没有用 我们怎么比呢 我看你平常的样子 就知道你懂不懂佛法 好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诸位 你今天来听佛法概论 你应该知道说 这是佛法 佛法的目的在谈这个问题 所以呢 接着我们看下一段呢 佛法是真实的 正确的 以一切真实而正确的事理 绝不是矛盾 而是相容观的 诸位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正确的 请你把这两个名字画起来 好 各位 要讲到真实嘛 我就先讲两个字 那叫做现实 诸位 诸位 真实就是现实的简称 你一定会觉得 你一定会讲说 哦 阿叔 这怎么说呢 是怎么真实 是现实的简称呢 各位 现实应该这么说 哦 完整的来讲 现啊 是现象 实 是真实 或是实际 或是实在 所以现实是什么意思呢 从现象当中 然后呢 去了解它真实的道理啊 这叫做现实的 那诸位 所以佛法讲的真实的是什么呢 佛法在讲的道理呢 它是在跟各位 告诉各位什么 世界 真实的状态 人生 真实的状态 生活 真实的状态 生命 真实的状态 这叫做真实 那诸位 我们今天好为知识分子 那诸位 那你就要什么 你就要求真求死啊 对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真实啊 对 你才叫做知识分子啊 对 而不是说什么 而不是说不了解 然后你就妄狭的评断 那你是迷信啊 对 你根本啊 对 就不入流啊 那所以 各位 那什么是真实的呢 所以四孙告诉我们 他说呢 对 世间所有的一切现象 它都是变化的 它都是无常的 它都是短暂的 它都是条件 所组成的 事实上 当把这些的条件 关系拆散之后 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个体 跟主体 并没有 这就是 对 世尊 世尊讲 真实的人生 好 各位 这是个真实的 那各位 怎么叫正确的呢 世尊告诉我们 真实的道理之后 他还要教我们 正确的方法 用正确的方法 来过什么 来过 正确的人生 过着正当的生活 那诸位 所以在佛法里面 常常叫我们 说怎么修啊 各位 怎么修 怎么修就是 我要告诉你 正确的方法 你才会修啊 不然你要怎么修 那诸位 那正确的方法 是什么呢 这就牵涉到 后面里面的内容 有没有 后面里面的内容 会告诉我们说 对 那你应该用什么 正确的方法 来过人生呢 或是用什么 正确的方法 来去改变你自己呢 所以呢 佛陀所说的法 既然是真实的 又正确的 这样就以 一切真实 而正确的事理呢 当然他不会矛盾 而且他是融合的 所以诸位呢 佛法跟你讲的话 跟你讲的话 一定不会矛盾 你放心好了 他一定不会冲突 只要是冲突 就是不懂佛法 哪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佛法好冲突的呢 所以他是什么 他既然有包容性 所以他们是相容的 他们是贯通的 除非他曾经呢 有一个佛弟子 他一直呢 觉得他罪孽什么 身上 所以呢 有没有 他呢 他一直想说 他用什么方法 来消他的罪孽 那是最好 所以呢 他就是到处呢 就去问了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出家人 结果有的出家众跟他讲说 哎呀 你应该放生呢 那有的人就会跟他讲说 哎呀 你应该拜颤呢 那有的人跟他讲说 哎呀 你应该抄金呢 哎呀 你应该那什么 印金点呢 到最后有的出家人 跟他讲说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位呢 哦 俄罗汉 只要你去供养这个俄罗汉 你身身私事呢 都有享用不尽的福报 各位简单这么讲啊 只要你供养一个开悟啊 开悟的人呢 你就有很大很大的福报 结果那个佛弟子就纳闷啊 他就请教师父说 哎呀 那师父啊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嘿 这个俄罗汉在哪里啊 各位不是佛在哪里哦 俄罗汉在哪里哦 师父说 哎 如果早知道这个答案 我早就去供养了 也轮不到你啦 各位这样对不对 你问我 我问谁呢 啊 所以啊 那个佛弟子呢 就相当的沮丧了 就走回家 走到半路的时候呢 就遇到佛 但是他又不知道他是佛 所以呢 佛就告诉他说 说你为何垂头丧气啊 他就把他的原因讲给佛听啊 那佛就告诉他说 那我告诉你 你不要灰心 你只要回家效养父母 有没有 你的岳障呢 就可以前销啊 那个佛弟子一听到 又加上 又加上活得 华像庄严呢 啊 听到就很高兴 啊 所以从此呢 回家呢 就效养什么 父母呢 所以 从效养父母当中呢 侦慕到俄罗汉 所以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说 恩者效养父母 义者上下相连 这个诸位 这个中国人不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的举手 你看 这个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就是佛法啊 所以各位啊 你一定能怎么说啊 如果说俗子你说我前面的胸口 君母啊 就怎么能帮我招呢 呵呵呵呵 你就不要来胸 你不要在家 在家里才能这样 各位啊 那你意思呢 在行佛法 大家现在在听佛法 你在你这儿行佛法 不得了啦 啊 主位啊 所以各位啊 你如果下星期都回家 做的友好 那你不要来我最高兴 呵呵呵呵呵呵 我立即他说啊 不要啦 祝福对吧 对啊 我就拜扇出来这个 哎 我要可以休息啊 好好 所以呢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种道理 你就知道说 哎呦 我今所学的东西实在是什么 相当活泼 相当的玲珑 啊 又相当的 有包容性 真的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